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的莲花轰顺 莲花轰顺问的 顶礼敬爱的师尊联僧佛佛 弟子祥请问师尊 如果膝盖有问题的人 盘腿就会膝盖疼痛 更不可能酸盘必如妻之座 那他还有其他方式 练习入三昧地 进而修成三师相应法吗 感恩师尊联僧佛佛 弟子鼎以感恩 他是问 没有办法 必如妻之座的 双盘必如妻之座的 有什么办法呢 可以念成上师相应法 我说可以 第一个 你可以单盘 双盘不成 你就单盘 因为能够双盘的人 便不是很多 像师尊 像师尊个子比较矮 腿就比较短 腿就比较短 腿长的人 很好双盘 腿越长的 越好双盘 或者他有练过 有练过这个 好像说瑜伽的 练过瑜伽的 他有拉筋 有拉筋 有这个 他很容易双盘 腿短的 腿粗的 双盘就很不容易 有些人 他膝盖也有问题 盘起来 他就酸痛 要叫他 这个单盘双盘 实在是很难 那个可以单盘 什么是单盘呢 就是一只腿 然后另外一只腿 压在上面 这是单盘 再来呢 可以如意做 可以如意做 持在单盘也不行 持在单盘也是会痛 你可以如意做 什么是如意做 就是尽量把脚 把脚 这个脚跟 越接近你的密轮 越好 越接近你的密轮 两只脚的脚跟 越接近你的密轮 越好 那么如果这样子 如意做 也不行 盘起来 这个如意做 也不行 那就是你 再来就是 随便做 你随便做 随便做啦 随便做啦 坐椅子 坐也可以 像双盘 很多人会双盘 他们盘腿盘得很好 就在板凳上 他也可以双盘 一个小板凳 上面一个圆圆的小 他也能够双盘 他有些人容易 有些人困难 其实是不勉强 最主要是让你 坐得舒服 坐得挺胸 胸挺起来 尽量往后坐 后面稍微高一点 后面稍微高一点 你胸部会挺起来 胸部会挺直 让你脊椎骨要挺直 脊椎挺直 坐姿非常端正 实际上 师尊写文章 写文章的时候 知识不是很好 真的 我一只手在写文章 这只手都这样子 这样子 知识实在是不好看 已经习惯了 每次写文章都这样子 起来的时候 就是要靠双手 师尊双手很有力 师尊的双手是比较有力 要靠双手把他挺起来 双脚还是有练的 不是没有练 我练战装 我们那个 还有练马步 练战装练马步 但是脚呢 实在是要双旁 也是很困难 我单旁可以 双旁也是很困难 对 那个 当然 其实随便做 你只要把你的心念 能够专一 就能够专一 就能够专失相应的法 或者任何一个法 都可以相应 重要的是在心跟念 闭如七之座 为什么会比较容易相应 什么原因 第一个 它真的脊椎骨是挺直的 闭如七之座的时候 它的脊椎是挺直的 其他的知识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身体要挺直 脊椎要挺直 然后你能够静下心来 把你的念头子一一 就是专一一架 念头子一一的时候 要相应就很容易 念头不能做子一一 单单必如七之座 虽然可以让你的念头减少 但是如果不能子一一 也是一样不能相应 所以先从外面 先从外面的双盘 莲花座 一直到你的精神 能够统一 子一一 那时候再来 在这样子修法当中 才能够跟你的本尊相应 跟上师相应 种种的法都可以相应 这只是外面的 毕如七之座只是外面的 那么重点还是在里面的 里面的主要是你的心 你的念头 你的眼耳鼻舌生意 重点是在这里 所以便不能说 那个不会毕如七之座的 就不会相应 不是这样子的 这是回答这个 台湾莲花轰顺的问题 虽然不会双盘 比如七之座 但是你也可以单盘 也可以如意座 甚至于随便座 或者甚至于 你就是端身正座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一样的 这是回答台湾莲花轰顺 这是回答台湾莲花轰顺 是回答台湾莲花轰顺 是回答台湾莲花轰顺 你一定是回答台湾的 是回答台湾鱼 用不来和